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李家大院的鬼市 李家大院里边 下人们忙进忙出的 房子里边一个妇人 躺在床上呼喊 接生婆一脸焦急的安抚着 妇人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用力 房门口李家老爷双手紧握着 指关节发白 他不安的来回的走来走去 过了一会儿 房间里边安静了些 紧接着只听见 接生婆高声的见了一声 啊 一个婢女松松的 从房间里边走了出来 老爷 夫人 她 而且 您快进去瞧瞧吧 李老爷听到了这话 脸色大变 她失去了主心骨 一样站不稳了 二房连连地搀扶着老爷 老爷 小心 后园子里 王婆子正在猪圈里 帮猪接生了 费了牛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将那猪仔 一窝一窝地弄了出来 却吓得魂不守舍 她大声地喊着 来人哪 来人哪 婢女紫燕 从外边抱了一些干草 回来 听着王婆子的呼喊声音 立刻问道 王婆 发生什么事了 到住院里边一看 也是吓得跑出去 厅堂里 主位上坐着的是老夫人 李刘氏 左右两侧呢 各是一双儿女 老夫人精神硕硕的问道 什么事啊 大惊小怪的 紫燕哭哭啼啼地回答 刚出生了一窝猪仔 都是怪物 王婆接生的 可以作证 李刘氏看了一旁 惊恐的王婆 王婆接他说 这是我 自今生以来 第一次碰见 这样的怪事啊 那一窝 若是分开算呢 倒也有八只左右 这要是不算呢 那只有两两只数 李刘氏见此之后 有一些好奇 吩咐站立一旁的李伯 去瞧瞧 顺带着呢 稍过来看 李伯啊 应了一声 叫上了一个仆人 勾勒着身子 颤颤巍巍的前去 没过一会儿 仆人的手中拎着一个大菜篮子 篮子上边盖着一块白布 李伯挡在了仆人的前面 用他那个特有的 沙哑的嗓音说 夫人 还是 别看得好 正如王婆所说 这一窝猪崽 不寻常 一旁的李家小姐 邱南 站了出来 她走到李伯的身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你不给我看 我偏要瞧瞧 趁着人不注意 一下揭开了白布 哎呀妈呀 李邱南吓得花容失色 他往一旁边跌了过去 有幸是李德义 在旁边扶了他一把 不过厅堂里边的其他人 都是惊恐不已啊 那一窝猪崽 总共是四只 不过这四只全都是畸形 两个头共用一个身 有一些缺耳长鼻的 有一些蹄子长短不移 更甚的呢 是有一些两只猪头 竟然还长着半个猪头 看着着实是惊悚 李刘氏最先镇定了下来 他冷着脸说 赶紧带下去 管家 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是的 夫人 李伯带着那名仆人退了些 李邱南握着茶杯的手 现在还在颤抖呢 娘 这会不会是 什么不祥的预兆啊 李德义满不在乎笑了笑 妹子 你这胆子也太小了 这能说明什么呀 只不过是家里边 生养的猪身上 得了什么怪病 李刘氏沉默了一下 他便赞成了儿子的说法 大家都别想太多 都散了吧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 这一次过后啊 再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了 院子里边的人们心中呢 那大石头都落了下来了 日子照旧 每一年的中秋 李家大院都会聚在所有啊 聚在一起 所有人一起吃上一个团圆饭 今年的珠秋也不厉害 当天晚上 庭院上方那一轮明月 如翡翠制的玉色棋子一样 镶嵌在那黑色的棋盘上 惹得人无限遐想 一群人热热闹闹的 相互落作 李大伯喊了一声 海范 李夫人这一桌的菜甚是丰盛啊 其中有几个大菜还没接锅呢 今日中秋 吃好喝好 大家不要拘谨 老夫人的心情非常好 招呼着大家开始吃饭 秋南此时的心情呢 也是非常应景的 不知道这几道菜是什么呢 不如由我来揭开吧 她看向了她的老娘 等着她老娘点头 李刘是宠溺的摸了摸的 好 说话之间 一阵的水气阴韵散开了 哐当的一声锅盖掉在了桌子上 砸坏了几道菜 接着弹落到地上 菜汁绷着桌的旁边人的衣机上边 所有人都在这个声响之后呆滞住 诡异的安静下来不知所云 安静只持续了几秒 秋南捂着头大叫着晕了 过去 桌子上揭开的那个大菜 竟然是前一阵子出生的猪仔 此刻煮熟了摆在盘子里边 那两头猪上面的眼睛异常的突出 盯着在场的众人 含义滋生的迅速 连接了另外的几口锅 都是形状怪异的鸡鸭哪狗猫 李刘士捂着胸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俩眼一闭 晕了过去 这个中秋太不正常了 闹得人心惶惶的 李德义送走了大夫人之后 坐在一旁边 把手指敲打着桌面 究竟是谁倒的鬼 李硕 今天厨房帮厨的是谁啊 是近日新来的一较金元的年轻人 那带我去瞧瞧吧 李德义把玩着挂在身上的玉址 说着 李伯带头 穿过了千回路转的走廊 正带要到那造房的拐角 一个丫头脚步匆匆的 没留神 撞到了李伯 丫鬟见到了来人 脸色苍白的低下了头 管家 管家正要去找你呢 小金子死了 李德义听了之后若有所思 绕过了丫鬟和管家 就此走去 造房门口围着几个人 叽叽喳喳的正闹心 李德义推开了下人 快一步的走到了地上 躺着的人身边上 用手探了一下气息 确定了此人 声息断了 还仔细地观察起来 此者长相普通 嘴唇发黑 手中握着一个玉瓶 李德义费了好一番的力气 才把它拿了出来 他闻了一下 居然是贺顶红 李伯适时地地上了一条方巾 李德义擦了擦手 他说道 李伯 你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家底吗 为少爷的话 雇佣他的时候 老婆曾经去查过他此人的身家 父母是清白人士 早亡 独自留下的这个幼子流浪街头 一路摸爬滚打的 才不至于死掉 这人究竟为什么要弄出这么多事来呢 这有什么深仇大恨才做如此的做法呢 李德义提出了疑问 这事没有任何的线索 让他偷偷 或许 是那几只 猪鸭 舍不得扔掉 所以才会有今日的惊吓 李德义冷笑了一声 他巡视着在场的几个下人 那他为何要畏醉自尽呢 贺顶红可不是寻常人家能弄得到的 我怀疑这件事情 必定有背后人 最后那几个字 他咬得非常重 背后人 仆人们的额头上面冒出了冷汗来 站着静静的 这少爷严重了 这尸体怎么处理啊 随便找个地儿 埋了吧 真是晦气 深夜房间里 一个人影坐在黑暗当中自语的 弟弟 孩子金元 你心里边难道就没有一点的愧疚吗 他可是金大夫留下的遗子啊 空气当中发出了一声冷哼 哼 那是他们欠我的 死不足惜 若你想夺取主权 那你也只能死了 没过两天 李流氏转醒了 他人搀扶着来到政厅 威严端座 那狭长的丹凤眼 虽然 已咒老旧 但是依稀的可以骗别的出来 在岁月的长河当中 他曾经也是妖娇战亡 没过一会儿 所有的下人陆续的排队站好 低眉顺眼的 等待着李夫人 这顺话 近日家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人心惶惶的 但是你们不要害怕 今日叫你们放下手中的事啊 也不是要责问于你们 实在是老身这几日 躺在床上难受了 哎 找你们说说话而已 李流氏捧起了桌子上的一杯香茶 闻了闻 似乎陶醉于这茶香当中 这些事啊 不知道是谁干的 如果被老身发现 定是用家法言成 一敬校友 说到这儿 他一口喝了下去 重重的将那茶杯 放在了桌子上 眼神锐利的看下了众人 那下人们 那些个细微的表现 都是一一的收入到眼里 李家的家法 独特 取下一双筷子 削尖了一头 然后用力的插进 膝下足三里的穴位 轻者一年半载的不能痊愈 重者那就是贪贪 一般的用于 犯了大事的罪人身上 一旁站着的李德义 扶起了母亲往外边走 母亲 您累了吧 你们退下吧 众人纷纷的叹了口气 各自的散去 母亲 现如今 该怎么办 少安物造 静观其变 约莫过了半年 大家心里边 对那件事情 已经淡忘的差不多了 而这府中的少爷小姐们 已经到了娶妾的年纪了 老夫人正装了着 给兄妹俩的 办的婚事的 一时之间 李家兄妹的婚亲轰动了整个小镇 引来了宾客云集 同一天 嫁女 娶媳妇 非常热闹 恭喜恭喜 前来道贺的人 提礼前来 老夫人的心情非常好 忙着请客人入座 归房里边 红纱慢动 像窈窕身影 穿着大红嫁衣 头戴着凤冠 面容精致 婢女 正在细细地 给她描眉打病 小姐 这一天 都不能进食 怕你受不了 我偷偷地藏了点糕点 我现在给你拿去 秋南笑着说道 还是你最贴心 婢女走了之后 秋南在房间里边等着 听到了房子外边 传来了一声响声 引起了修秋南的注意力 谁 是吉祥吗 秋南是担心地问了问 突然一道身影 从窗边上精绝了过去 瞎瞧秋南的梳妆台 就在窗户边上 突然之间看到了 那个人影 她惊叫出声了 她的身子软了下去 生死不明 同时这一声尖叫 也引来了众人 怎么回事 李刘志拨开了人群 看到脸上惨白的女儿 躺在地上 一阵的心灸 快去叫大夫 快去呀 那婢女们合力地将小姐 抬进了房中 没过一会儿 大夫就提着药箱过来 而此时的李修南 也转醒了过来 她的眼中的惊恐 还没有过去呢 梨花带雨的 她的口中说着胡话 两颗脑袋 两颗脑袋 走开 走开 她推开了众人 身子站立不及 她蜷缩在脚床上 埋着头 大夫强行地给她把脉 摇了摇头 李刘志一脸 稀奇地看着她 急切地问道 大夫 我女儿 怎么样了 令千金 脉象混乱 神志不清 同时受了惊吓所为 什么时候会好 恕我学艺不精 大夫一脸 歉意地回答 银钱也不要了 拎着药箱就走 李刘志颓然地 坐在了地上 老泪纵横 这可如何是好啊 婢女子嫣这时候 轻轻地说了一句 那这婚事 已经提醒 这才想起 李刘志打起了精神来 她拍了拍 衣袍上的灰尘 沉声地问道 少爷呢 已经在迎亲的路上了 在这一息之间 她快速地做好了决定 她吩咐道 把小姐看好 少爷的婚事照旧 其他的 我来处理 说完 她的目光当中 阴沉着快速隐居 那不露痕迹的笑容 堆在那脸上 去招待宾客 一天过后 众人是身心疲惫的 李家的小姐婚事已退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貌美如花的千金 会变成傻子 政厅当中 李刘志正金危坐 招呼着所有人来听家训 新娶进门的儿媳妇 坐在旁边 昨天的事 她也听院子里边的下人 说过去 今天就是想看看 当家的夫人的手段 昨日是哪个婢子 伺候小姐梳妆打扮的 从一根人等当中 走出了一个婢女 低着头 她手指不断地搅着衣袖 跪下来 老夫人 是我 你叫什么名字呀 吉祥 刘李氏脱长了音 哦 然后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茶杯甩在了吉祥的头发上 你却给你家小姐带来了不祥 昨天秋儿晕倒的时候 你去干嘛了 老实说 我 我看小姐一天都不能吃东西 怕她饿着 我便去造尖 拿了一些糕点给她添肚子 吉祥的声音带着哭腔 刘李氏继续地冷哼着 扑住不立 拉下去 执行家法 然后扔出去 吉祥在旁边求着饶 但是没有人出面求情 没过多久 门外边就传来了惨叫的声音 人群当中一道阴辣的目光 转瞬几时 刘李氏面色平静地转头 对着新娘子袁芳说 哎 习惯吗 袁芳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 对于她的手段 袁芳在心里边还是直打鼓的 恭敬地回了一句 多谢母亲关怀 这儿一切都好 你一嫁进我李家 就出了这等事情 老夫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回房吧 尽快为这个家开枝散烟 原方有一些不满她话中的意思 但是还是乖乖地退了下去 李管家 你暗地里查一下 有谁昨日经过进出小姐的闺房 李刘氏皱着眉头 他看了一眼李伯 用手捂着鼻子 身为管家 自身要洁净 这些个日子 李家发生了太多的事 人心缓散 所有的人都显得疲惫不堪 李家院子里边 逐渐地少了一些生气 这下人们也不再说笑了 谁都不愿意去照顾李家小姐 这是一个苦差事 他嘴里边说的是胡话 听着都顺人 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发疯 也会伤人 那大夫来了一波又一波的 都是无功而返 恰在这个时候 李伯查的事情 也有了一些眉目的 他告诉老夫人 有一个别的下人 当天见到一个婴儿 一个孙子两个头 但是无可奈何的是 那几个人都已经疯了 只能够从他们说出来的胡话 猜测这个事情的边角 李刘氏听了这些个 零零碎碎的线索呢 再加上半年多以前 出现的那个畸形的猪仔 他不由得就串联起来 他想到了多年以前的一件事情 他心有不安 难道说那对兄弟 回来复仇了吗 李伯见他沉思 是失误的退了出去 李家似乎很久都没有 畅快的喜事了 这不 老天垂怜 原方有喜了 这可把这李刘氏高兴坏了 又是请大夫在家里边 衣食住行 全都交给了大夫 准保的 能够保到那原方的手里 便以应付突发情况 每天呢 补品伺候 专挑一些个他爱吃 转眼之间就过了开春 原方已经有了两月余的身孕 征求着老夫人的同意 带着一帮的人 去了街市 买了一些稀奇的玩意儿 在一家朱差铺前边 原方看中了一只 金布瑶的荷包 那布瑶上边 镶嵌着几颗棕黄色的珠子 美而不滑 买到中意的东西 便打道回府 回到了李家 原方款款的向李得意说 相公 今日在街上看到了一个 红女 极好的荷包 那上边 凤凰相依 非常的恩爱 此时此景 相得益彰 她从广秀当中 拿出了那个荷包 赠给了丈夫 老夫人看到面前的小夫妻 心感到心里 但愿今后 李家人身体安康 好日子过了几个月 阴影又笼罩了整个家 府中挂起了白布来了 这李得意 披麻带笑的 一息之间 痛斥了亲娘和爱妻 还有孩子 灵堂前面 她暗暗的发誓 一定要揪出这个凶手 哪天夜深人静 李流氏 睡得迷迷糊糊当中 她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戚戚爱爱的 多年以来 她都快把这个名字给忘了 如今 还有人记得 她奇怪这个人是谁 等她转醒之后 她看到窗外边 有一个人影 晃来晃去的 便裹一提灯 出门去看 守门的婢女 坐在门口酣睡着 可是那个声音还在 悠悠乎乎的 自远而进 她感觉到头顶上有东西 她抬头一看 有一个两个头的婴儿 漂浮在半空当中 那画面极其的恐怖 还发出尖锐的怪笑来 李流氏睁大了眼睛 她的喉咙 就像被堵住了一般 开不了口 当场就被气死 第二天清晨 李则一扶着原方来到母亲 商量孩子出生之后 入族谱的事 便看到了面色灰白 躺在地上的人 原方因此受了惊吓 胎气而早产 费了一番的劲 终于把孩子生了出来 却不曾想孩子天生不全 那是一个死胎 原方受到了打击 引发了血崩 也丢了性命 李家在这一时之间 连受打击 那许多的人都说 这是李家十多年前造的孽 如今报应来了 那些个街坊小贩的议论纷纷 李得意 不知道母亲那期间 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他的表情 一如当初妹妹受到惊吓那样 如出一辙 他们肯定都是看到了 什么恐怖的东西 他很好奇 他也很愤恨 对于妻子出生的孩子 那肯定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 要让他濒临家破人亡的地步 他不由得走到了母亲 之前住的那个房间里边去 可是 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整个李家的大院子都是空荡荡的 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许多人都不干 工钱都不要了 唯有李伯不嫌弃 他选择了留下 处理好了丧事之后 李得意更多的时间便是逛这个院子 他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这一次 他坐在了母亲房门外边的走廊边上 他看到那廊下的草地上 有一滩烂泥 还有一个类似于风铃的小竹筒 那风轻轻的一吹过去 就发出那个噜噜噜噜的响声 他一个翻身 便蹲在了那泥前面观察 这几天没有下过雨 那泥土还算 不算是湿润 很快他便看出来了 他瞧了瞧那乌眼 为什么这泥会出现在这呢 带着疑问回了房 一待就是一整天 李伯端着饭菜叫道 少爷 开饭了 李得意光滑在下巴 生出了胡子茶 这几天没有休息好 他非常憔悴 他应了一声 开了门 多拿了一双筷子 一起 召唆李伯 一起在房间里边吃 李伯答应了 饭桌上李得意突然之间感慨道 当初上街的时候 看到你摆摊捏泥人 捏得活灵活现的 而且稀奇古怪 我便让你跟着我回了府 李伯夹了一块的菜放在嘴里 细嚼慢咽 他没有插话 可没想到 你还有一把管杖的好伙计 可我一直没想通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的亲人呢 害得我成了孤家寡人 我们李家 我们李家哪点对不住你 直到这个时候 李得意才将情绪给发泄了 他红着眼睛质问 李伯慢条斯理的吃完了碗中最后的一口饭 才看着他的眼睛 才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你们欠我的可多了 我才弱冠之年 却是一副老者的面貌 这要怪谁 还不是你的好母亲所为的 李得意猛地站了起来 他一脸不可置信 李连生缓缓地脱下了自己的纱袍和照意 一直以来的驼背居然是一颗头颅 一身两头 一面英俊 一面苍老 背部的那颗头颅 年轻 双目紧闭 搭了着脑袋 他的脖子上边 有一圈深深的勒痕 已经发臭了 如今这具身体 以礼伯为主 李得意看到这具身体的时候 他亮相着后退的 他的脸上全无血色 世上怎么还能存活着这样的人 但是他还是壮着胆子 他问道 你 你为什么要对无辜的人下手 你们没有一个是无辜 我所承受的痛苦 也让你们尝尝 我娘是李家明 明媒正取的正方 而你娘只不过是一个小妾 她嫉妒着我母亲夺下她的宠爱 便日日地在饭中放舍香 这些事可都是当年的大夫能够证实的 她被你母亲收买了 假装不知道 结果我母亲难产 生了我和兄长这么一个怪物 不会的 我母亲不是这样的人 她才是李家的正方 李得意此刻瘫坐在了地上了 摇头便捷着 她连声地吃笑着 说我母亲没有死 说我和兄长身体完全 哪轮得到你 来做李家的少爷 哼 虽然我被父亲所不能接受 但是那位大夫还算是有点良知的 她将我捡回到家里边去抚养 并且告知我真相 碰见你进入里院 都是我设计好的 那些猪胆的屎里边 我掺了摄箱 还有你妻子 女儿 也是我做的 哼 你母亲和妹妹 也是我吓死的 没错 很快你也要去 李家就是我的了 他的眼神当中 透露出了疯狂和得意 但是还没有高兴多久 他一口黑血就吐了出来 他诧异地看着所谓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李得意 得知了真相之后 松了口气 趁你去拿筷子的时候 饭菜里 被我下了毒了 你现在毒发了 李家的家产 便都是我的了 听到这话 李连生忍不住地大笑 虚弱地说 到底是我 其高一筹啊 你妻子买的布窑里 塞满了摄箱 送给你的荷包里 是加重分量的 你日日待在身边 咳咳咳 早 早就外墙中肝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李家大院的鬼事